接著就講講王家馬得利主場對基達菲的賽後平 斯丹今天其實用的人很有潛質 可以構成一個4231的結構 但是今天王馬的球員很多時候自由浮動 就不會站死一個位置 伊斯高是會去中間的 但是都多留在左手邊 他們的結構經常介乎於4231 4222和442之間 所以套路就很不清晰 不是說很容易 是將球從後場運上前場 但是始終由於有四個進攻點 所以如果做到球去禁區頂的話 其實都會有些力量的 壓住半場的時候 怎麼都好過只有三個進攻點的4312 也都會容易一些 所以就是駁到國球了 23分鐘王家馬得利 藉著一個就是國球 而產生出來的鴨仔波領先的 巴爾就門前撿雞搞定 而其實今天 對手的基達菲 防守區域都幾亂下的 不是漏了左右兩邊 就漏了禁區頂 領先之後 他們的位置其實都是繼續自由浮動 不是整天拉邊 我就開始知道他們其實今天 都是想打中短期進攻 而不是想每個進攻點分工清晰 就是工整負責某個位置去主攻的 講到就是中短期進攻 當然需要支點 有的 有這個賓斯馬 但是今天就沒有這個半主角 雖然可以說伊斯高是傾向可以做這個角色 不過我都講過伊斯高是主攻的進攻中場全主角 並不是中短期進攻的進攻中場半主角 有人問我什麼叫全主角半主角分別在哪裡 全主角就是永遠在中間 戴衛斯華那些主攻的時候禁區頂中間那裡 就是做球的 通常都在中間 半主角就是通常在左右兩邊 但是適當的時候內切入去中路 所以就五成時間中間 五成時間就在這個旁邊 所以就叫做半主角 要伊斯高去做中短期進攻的進攻中場 半主角是有點吃力的 因為他的速度反應能力都不是這麼快 所以你會見到他衝入禁區 插落中路就不是這麼得心應手 不是這麼容易擺脫對手 他跑著給球 邊跑邊給球 最後一傳就比得不漂亮 通常都 他其實是較適合於去做一個禁區頂 保護皮球那種細緻度高的進攻中場 即是主攻的全主角 你要他好像戴衛斯華 這樣站定定給球 一定可以的 但是跑著給球 就真的一般的 你說 黃馬裡邊的進攻中場 哪個跑著給球 哪跑哪給球是最好的 答案就是阿辛思奧 所以就算對手防守一般 但是黃加馬得里 入到第二個球 都要等到臨完上半場之前 而且這個中短期進攻 根本完全不關這個伊斯高的事 是完全沒有經過伊斯高 是巴爾 卡斯米勒 賓斯馬 和斯朗的組合 最後一傳是賓斯馬做出來的 斯朗當時是沒有人標準的 他就因為拿球 拿得太久 拿得不漂亮 所以才要修正 搞多了一會兒才可以射球 幸好都叫給他用個人能力射入球 不過如果他拿的第一腳 其實如果真的能夠拿到自己的前面 就不需要修正 就不需要用到這麼多個人能力才能入球 而斯朗的first touch 一向都不是這麼好的 領先兩顆黃馬 去到下半場還要打多一個人 對手的拉美就兜巴星這個奴組 拿了紅牌 本來我打算上天給了一個很好的機遇 給斯丹可以盡快收起主力去迎戰巴黎 但到63分鐘對手一次的反擊 奴組一次的判斷失誤就沒有了一個好處位 對手就衝了上去 這個是半艘刀 奴組唯有追上對手 但入到禁區才出腳 當然有十二碼的風險 其實這一下 隊友的卡華職都回到禁區了 加上自己 其實準備可以請對手吃個三文治 對手還要摘角度 其實就不需要那麼拼去出腳 雖然是踢到球 但始終奴組是從後踢 所以很容易連人大波炒落地下 結果球證真的覺得踢球和踢人 是同時間進行 比過十二碼 六十五分鐘是被對手追成二比一 之後王家瑪得你心急 兩次的明賣明賣都差點可以拉開 但都是差點 斯朗一次就是首先犯規 一次就是太過正宗了 蛇波 之後中短期進攻有少少微目 但始終都是差最後一圈 最終又是要靠明賣明賣去拉開 77分鐘斯朗拿到屈擊的頭才才奠定勝局 斯丹才可以80分鐘給斯朗休息 其實今天四個的進攻點是可以分工清晰一些 去打個四二三一主攻 拉到兩邊的 不過整場賽事他們都沒有嘗試這樣做 我希望遲些他們會嘗試這樣做 因為真正的主攻拉邊入球能力 其實一定好過這個中短期進攻 中短期進攻真的 一球起兩球子 今天利物浦都是這樣 下半場王馬還要打多對手一個 對手還可以進入你一球 那你就明白了 去到最後都是要靠明賣明賣 跟中短期進攻也是無關的 而今天這一條片都大概講了伊斯高的情況 究竟他是因為狀態有問題 還是真是回了堂呢 上一季他真的好很多 今季的狀態真的差很遠 不過其實王馬也有些球員 今季是出現同樣的問題 所以暫時我們只可以得出兩個結論或者原因 第一 王馬就連續兩季要打世界冠軍球會 背又連續兩季要打到歐聯決賽 所以鐵人都會累的 第二點 歸咎於上半季斯丹戰術上面的失誤 球隊打不出水準 球員發揮不了 其實就真的會斷送球員的狀態 好 到最後就呼籲大家幫小弟按一下廣告 鼓勵一下小弟 如果大家覺得小弟是值得鼓勵的話 因為你按個廣告 彈個廣告出來 是很幫到手的 與此同時是可以令到小弟更加專注做這個channel 以及是可以令到大家繼續免費去聽片看片的 廣告有很多種的 例如是Banner廣告 按一下他的廣告 例如是有聲廣告 就是一段影片 Youtube可能會定時在我的影片的前面 插個廣告下去 除了播放它之外 還可以在這條廣告的裏面 用連結按一下它彈個廣告出來 如果用這個電腦看的話 廣告連結應該會在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話廣告連結應該會在右上角 看完廣告之後就進入聽我的影片 聽我的影片的期間也會出現廣告 例如用電腦看的話 會見到我影片的裏面 出現Banner廣告 或者就是我影片的右手邊有廣告 按一下它就可以鼓勵到小弟 記住按一下它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如果用手機看的朋友也可以留意 我影片的下面有沒有廣告 有的話可以按一下它 可以鼓勵到小弟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下一條影片我們再見 拜拜